女人直接爬上了男人的脖子 一边扭动着身体 嘴里还在不住的暗示 可男人的做法却让人大跌眼镜 男人直接把女人扔了下去 女人爬出草丛依然不肯收手 坐在高界的车上跟她回了家 眼前这座破败不堪的木屋就是高界的隐居之地 她曾经是东京的知名编剧 追她的女人多如牛毛 可高界心里却只想着如何精心思考 于是她抛下了本能的欲望 来到海边隐居 没想到却遇到了一个更加疯狂的女人 几个小时前 这个女人骑着车子直接冲入大海 把在一旁看书的高界吓了一跳 女人丢掉自行车自己爬上岸 众目睽睽之下脱掉上衣 高界下得赶紧离开 心想该不会是碰到女流氓了吧 没想到女人并不想善罢甘休 跳上手推车开始讨价还价 女人说自己拘无定所 想在高界家住宿 但当高界问她打算给多少钱时 女人却说不但不给钱 反而还要收钱 高界的冷淡却激起了西里的好胜心 西里趁着高界没有防备 突然出击 这下高界算是彻底火了 高界从屋里拿出一条面包 随便丢在地上 就像头尾野狗一样 然后警告西里 日头一旦落下 山里的野兽就会出来觅食 他最好趁早离开 免得暴失荒野 凭借多年糜烂的生活经验 西里知道男人都是主熟的鸭子 只会嘴硬 他感觉第一波攻势已经奏效 自己已经在这个男人的心里扎了根 至于接下来怎么玩 主动权完全在自己手里 走到哪里都能招揽女人芳心 这样的生活真是羡煞无数男人 只可惜高界偏偏不识人间烟火 第二天早上 送货员汤泽来看望高界 正巧高界的咖啡喝没了 于是两人结伴来到咖啡厅 可没想到却在这里再次遇到了西里 此时的西里完全变了父母样 乖巧可爱 还夹带着少女懵懂的羞涩 高界有点不敢相信 难道昨天遇到的不是这个女人 她虽然很想控制自己 可眼睛却没有离开过西里 殊不知如此的伪装 正是西里针对男人的法宝 西里白天还是一副乖巧可人的模样 可一旦黑夜降临 她就再次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面对这样坦诚的邀约 没有哪个男人能够拒绝 清晨的阳光还没有探出头 高界就来到农家菜地采购 可等她回去时 却发现一辆陌生的汽车停在自家门前 等她走进房间 更是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高界默默走出房间争堵咖啡 不一会房间里就走出一对男女 西里果然认定了高界完全没把自己当外人 男人看起来有些尴尬 可西里却完全不当一回事 和咖啡店里的她简直判若两人 当天夜里 熟睡的高界就被手机吵醒了 原来是早上男人落在床上的 而打来电话的正是西里 高界没有理会这个疯癫的痴女 可西里却不依不饶 一遍又一遍地拨打电话 直到被逼疯的高界把手机扔进山林 转天早上 西里就找上了门 说是要替那个男人拿回手机 可嘴里却还在不住地挑动 高界的态度虽然依旧是不搭不理 可相比第一次见面显然软化了不少 西里知道自己的魅惑已经出见成效 于是继续添柴交友 他打听到高界是一位编剧 于是就对他说自己想做一名演员 还想让他来指导自己的演技 高界实在斗不过这个女人 只好硬着头皮从善如流 情绪逐渐升华 两人也越靠越近 高界心里的排斥和抵触也在渐渐消失 然而就在此时 咖啡店老板蛙里突然不请自来 蛙里一下车二话不说就往屋里冲 嘴里还在不住地呼唤西里的名字 这个被欲望冲昏头脑的男人 已经因为西里抛弃了妻子 如今更是着了魔一样 想要把他占为己有 高界并没有告诉他西里的下落 而是劝他早点收手 回归家庭 没想到蛙里非但不听劝 反而更加暴怒 直接咬破了高界的嘴唇 蛙里走后 西里才现身 此时的高界已经被他搞得激进崩溃 他把西里扛进屋里 没想到却被西里占了上风 还把一枚戒指塞进了他的喉咙 西里直接扬长而去 只剩下身心俱疲的高界一脸蒙圈 这个女人到底想玩到什么时候 你绝对想象不到招风影蝶的男人有多悲催 正在看书的高界被气笛声吸引 抬头一看 吓得把腿就往屋里跑 刚等他躺进睡袋 女导演翔子就一屁股坐在他身上 没想到就算躲进了深山老林 这个女人依然能够找到他的踪迹 高界被气得实在无语 可等他冲出屋外 才发现翔子这次并不是一个人来 他把自己的剧团都带了过来 想要高界给这些年轻演员一些指点 连续排练了几遍 翔子对他们的表现非常不满 就在他口无遮拦训斥的时候 西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现在木屋门前 还毫不遮掩地当着所有人的面脱衣换衫 翔子被他大胆的举动所吸引 和他开始了即兴表演 西里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仅能拿下所有男人 还可以摆平一切女人 当晚高界放弃了所有抵抗 向翔子投降了 等高界从屋里出来时 他又把目标锁定在助理身上 而西里当着高界的面从帐篷里拽出一个年轻小伙 拉着他走上了面包车 第二天一早 翔子便带着自己的部队离开了 但助理三条却留了下来 他不想再过漂流的生活 只想和自己心意的男人在一起 哪怕他只有一间摇摇欲坠的木屋 然而此时的高界心里已经装不下其他女人 他已经成为了西里的猎物 被拒绝的三条黯然神伤 却意外在半路上遇到了正在方便的汤子 他被眼前伟岸的身影所吸引 忍不住向下看了一眼 于是一段命中注定的恋情就此展开 送走三条后 高界终于迎来了和西里单挑的机会 两人疯狂地展现着自身的兽性 直到那间木屋承受不住而轰然倒塌 转天早上 高界在浑浑噩噩中逐渐清醒 可西里却早已不见了踪影 直到他回到自己的木屋 才发现西里留下的字条 他这才恍然大悟 当初被他当成流浪狗的女人 其实早就把项圈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影片到此结束 关注华为影视 我们下期再会